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我们的节目一般都是两位 除了您一位知名的大厨以外 我们还得搭一个达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史大哥刚才一直还在有一个小的玄机 就是他手里拿把扇子 您拿过来我看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是一个什么扇 这边写的是我们的回家吃饭越拌越好 谢谢史大哥 既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种福 用什么菜来表现我们回家吃饭越拌越好 最红火的穿菜 但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不一样的穿菜 您吃过不辣的穿菜吗 不辣的 真没吃过 没吃过 那您今天要给我们做的这是什么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改良后的穿味板栗酸菜鱼 那这么办 史大哥 抓紧时间咱换个衣服 马上今天的这个新派穿味板栗酸菜鱼 来了 史大哥 辛苦您了 辛苦您了 接下来的时间怎么着 咱们边聊着边坐着 您就给我们展示展示这个穿味板栗酸菜鱼 行不行 穿味板栗酸菜鱼 咱们用的一般的就是草鱼吧 草鱼比较家常一点 在一个到市场各个地方都能买到 第一道 先把这个鱼头去了 史大哥 河南人咋想起来做穿菜了 怎么说呢 我挺喜欢穿菊便利 我就是因为穿菊便利 然后我才是我穿菜了 主持人 你还得给我准备一些清水 行 没问题 这片鱼的时间 一般咱们是把鲎鱼背 鲎鱼背的原因 主要是这个肉质厚一点 好 片下去 然后鱼之后 把这个鲎背改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金 什么时候开始学得变俩 远天就在单位上班吧 我给它补贴一下家里的收入 下班早了是吧 有一点爱好 去刨刨厂子演演出 对对对对对对 那真是挺不容易的 然后咱 骗着鱼片 骗着鱼片 剃骨 这个骨咋剃啊 鱼刺的就一般偏下一个 诶 这鱼骨就都挖了 完成了 咱们就骗鱼片 骗鱼片是先从鱼尾到鱼头 这个鱼里它是有纹的 这样是顺着骗的 包大厨 那咱们史大哥这骗着 您给大家讲那传统的川菜口味 像那酸菜鱼大概个怎么做法 酸菜鱼是属于咱们川菜的这种代表菜 川菜鱼它的味道主要是我们的泡菜 酸的味道是自然的 川菜上面的味性的话比较多 除了咱们正常今天做到的酸辣味 还有我们的红油味 麻辣味 橙皮 您一个一个说 我给记一下 麻辣 酸辣 还有椒麻 椒麻 红油 还有橙皮 橙皮 橙皮 就是那个橘子皮歌里 是的 其实川菜为什么说叫 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就是它的味型多变 现在呢我们又加了六种 因为我们又有这个板栗的味道 是吧 骗完了 骗完了 您就都泡上吧 好 咱今儿多做点 对对对 用往边那个蝉虫多 咱们下面料理个什么呀 下面咱们就是板栗 板栗咱们一般买这个新鲜的 新鲜的板栗 新鲜的板栗它有两种就是挑法 首先摁是吧 看它实不实 外皮就是光滑 而且发亮 这都是新鲜的 然后呢一般的家庭 加工的就是那个补修缸的小窝 是吧 放在开水 烧开五到十五分钟 然后就是画个小口 凉之后 可以 那您就边做 咱们边说 那个我那个新鲜的板栗 这是什么呀 你闻闻 一就是那个栗子 那个香味 因为我们这个没办法完整的表现 大家记住 回家呢开了小口 煮熟了以后 包开来 搁在咱们的搅拌机里 对 打成乳 打成那个 变成乳 然后咱们就是加工 酸菜 一般的 我是给它 切成丝 包大厨 像这个一般大家都觉得 盐质类类的这个产品啊 都不太健康 这有营养吗 有营养 因为它有益菌发酵 包括它里面有维生素 它属于纤维类的东西 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床道的蠕动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切完了 够快了 下面呢 我就是先把这个美人椒 切成零形的 然后就是姜 姜丝 一般我就是切成姜丝 然后下一个环节 咱们就是炒 盛州白金优选食用调和油 为本栏目指定用油 盛州为国人制好油 煸炒 下入葱花 蒜片 姜丝 美人椒 这是咱们那个皮拉酱 一看这就是在造柴上 工作的年限比较多 把这个酸菜下锅 炒至这个酸菜的酸味出来 为止 这个炒完之后放点什么呀 水 好 水开水是最好的 好 少放点盐 白糖 白糖 胡椒粉 咱们这个酸菜鱼就是一酸辣 它辣的它不是直辣 但加入板栗融之后呢 它就是分解了 把这个酸菜鱼的这个辣子 开锅 倒入少许油 再放一点我们这盛州的好油 加入蒜片 姜丝 把这个鱼头煎至一个 然后再加入最好的开水 为什么咱会在这家开水啊 它一般就是能激发鱼的一个蛋白质 你凉水 是吧 凉水 热胀冷出 锁住了 对对对锁住了 锁住了 烧至15分钟 真正这个酸菜鱼大底的汤 得熬15分钟 我称为是创新板栗酸菜鱼 是吧 板栗酸菜鱼 我有我这个独到之处 我这个做法两个程序里 它是分开了 使它的汤汁更加浓厚 在原来的基础上里更上一层楼 咱然后下一个环节 就是把这个板栗蓉 板栗蓉放进去 这板栗蓉咱是要煮成什么样呢 跟那个鱼汤里它的融解开 然后把这个酸菜放进去 煮至也就是两三分钟吧 原来的那个鱼汤 跟酸菜的那个鱼汤里 融合在一块 然后把这个酸菜捞出来 得 好 改好了 下一个环节 咱们就是浆鱼片 盐 鸡精 好嘞 垫粉 把这个鱼片里抓着它 起了个黏膜 它已经上浆了 然后咱就是下鱼片 再溜边 溜边下的它原因就是 它不容易是这个煎好的鱼片 脱户 好好好 好好好 鱼现在就是看着它多少多少打卷了 也不能是太老了 太老了它都口感都不滑润了 好嘞 熟了 熟了 嘿 出锅了 这个起锅了以后就溜边 给它浇上 浇汤 对 浇汤 太棒了 最后一个环节 葱姜 干辣椒 麻椒 这个是剁椒 好 还有这个灯笼椒 炒至香味 然后再加入美人椒 好 闻见辣味了吧 闻见了 好香 好 安美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太乐的调一瓶 喊您回家吃饭 咱们就来尝上一尝 穿味 板栗酸菜鱼 板栗味 因为变成蓉 所以它整个是覆盖在这条菜上 再说鱼 口感 又细又滑 又有板栗的糯味在里头 来吧 好 包大厨您尝尝 您做过 您也吃过 我觉得这个跟我做的那个 这个更有家的味道 尝味板栗酸菜鱼 主料 草鱼一条 鱼片里 用清水 冲洗 30分钟 用底油把酸菜炒出香味 把鱼片溜边下入锅中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包大厨 今天您要给我们做的这是 清一色海鲜毛血旺 毛血旺 吃过大红摊 完了搁点血豆腐 清一色呢 就是我们用的是翠绿色 接下来请您欣赏青色海鲜毛血旺 这个我们用到的是大年豹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要处理一下 把这个边上的这个胶石上的一些泥 滑下去 把它虚掉 我们用一个小刀去壳 沿着这个边 往下面一划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螺 把这个皮切下来 虚掉尾部 完了这个呢我们处理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大连的鱿鱼 包大厨 因为市面上都叫大连鱿鱼 我们怎么那一看就觉得 这是咱大连这片海鲜的鱿鱼 大连的鱿鱿呢 也叫长腔鱿鱿鱼 就是它长得跟腔一样 那么选择鱿鱿鱼的时候呢 大家也是要注意颜色很自然的这种量 不是说很白 或者说是说黑 这个就是不要过于强调特别明亮 从海域里面捞出来 只要不是冻的 它就会具备自然的这个细胞的消耗 这个教大家就是去一下皮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划上一刀 挑起一点皮 它的这个皮脂 完了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衣服给它 那个咱们这个皮呢就给去掉了 很快 但是大家有时候呢 可能买到鲜鱿鱼也不太容易 就买到冻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回到家里 用水呢先给它回一下鱼 抹上一层白醋 食物与食物之间本身都是有一些化学元素在里面 被氧化掉 对 氧化 接下来呢我们把它片掉 为什么这个海鲜都得片片呢 因为这样的话让它的口感会更脆爽 营养呢不容易流失 就片成这样的薄片就可以了 那紧接着我们片海螺 好 这个海鲜呢咱们就处理完了 好 雪块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切片 两毫米就可以了 怎么挑选那个鸭血呢或者血豆腐呢 第一个用嗅觉闻一下 有没有腥味 第二个呢就是看 分辨一下它的颜色 尽量里面不要有红色的块 包括它的风孔 就是这里面它不会这么光泽 紧接着呢我们来做一个汁 川菜做菜的基本原则叫 山椒 山料 七枝八味酒杂 山椒 胡椒 花椒 辣椒 山料 葱 姜 蒜 七种滋味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些调味 七枝八味 八味是基础性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麻辣啦 银油啦 叫腐河味 蒜米啦 酒杂呢川菜叫用料之杂 不管你海鲁空 天上飞的地里有的 它都能包容进来 所以说这是川菜的优点 第一个呢我们用这个小青辣椒 把咱们的这个选择三颗葱 还有咱们的蒜苗给它拍 因为我们要取一个这样的蔬菜汁 一会儿要熬一个汁 来做这个菜 来点香菜 还有胡萝卜 我们进来做一个汁 所以说油呢第一道呢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把它煎得更香一点 加入把这些料 去放到里面一起炒一下 把它煎炒 煎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炒这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加水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下料 少了一点胡椒粉 糖 来点糖 再少许一点盐 因为各式各的味 我们取点这个咱们加入的这个鸡汁 完了之后再来一撒咱们的这个青椒酱 再来一个鲜汤底 放到这里面来熬制 加入炭炭炭的酱油 再让它熬制一下 这里面呢我们也是给它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 有创新的元素在里面啊 咖喱对 川菜现在也要把它包容进来 加入了以后呢 紫园第一个融入了这个咖喱的味道 再一个就是它的颜色 你看到一会它就会变成 发青了对对对 咱们这个步骤就完成了 我们换一个锅 加一点水 我们的鼻祖说了一句话叫使其出味 使其入味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出味 出什么呢 出它的腥味 那么我们在炖制的时候呢 那么是在入味 最后呢我们起锅的时候在什么呢 在调味 这就是做菜的任何菜式 出味入味 调味 咱们把它放里面穿一下水 那么这个金针锅 做一分钟就可以捞起来的 一定要断绳 咱们这个底味搞定了 咱们先把这个海鲜放里边 这个只需要烫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就是我们掌握在水开 下去之后 把它穿到自然 撑开这个花 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加入醋 放一点醋 去腥 真香 煮一下 煮至一分钟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熬好的这个汁 我们就需要过滤一下 取用这个汁 把这个加里边 把这个地个加进去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做好的 就不需要了 就放在底下就可以了 就直接打里 好 关键时刻就到了 咱们就把这个下进去 我们这边做的汁 基本上我们管的叫三流汁 三流汁 三流汁就跟我们的豆腐老差不多 就做出了那种感觉 对 我们再来一个最晃龙点筋的 这个味道要浓烈一点 是吧 好 看着就像 可以了 咱们可以出锅了 起锅 我们还有晃龙点筋之笔 是吧 好 大家都知道 这个蒜一定要放生的 蒜是生的香 所以我们给它少了一点 葱花 盖上 好 我们就来最后一步 我们的盛州的这个油 藤椒油 对 菜籽油 那咱就叫三合油了 就要想念这个味道 这个清香味 漂亮 完事儿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太乐调一片 喊您回家吃饭 史大哥刚才呢 费了半天劲 所以我们歌颂劳动者 请您先品尝 怎么样 您觉得 非常非常绿 力道 看着就香 这菜 用赞不绝口 再合适不过 不紧不辣 那种麻 就在口腔里 都一点都不往下走 将我们的海鲜 和我们的竹腐料 进行改刀 切配 待用 取辣椒 香葱 蒜苗 在锅里面 放入我们的这个菜籽油 煸炒 做一个底汤 熬制三分钟过后呢 加入咱们的一个咖喱糕 在里面 放入我们的太太乐的鸡汁 青椒酱 鲜汤底 进行熬制 先下入咱们的这个鸭汁 煮制 起锅 前一分钟 下入咱们的这个 穿好水的海鲜 勾一个薄券 亲自把磨刀石带来的人 回家吃饭了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快上回家吃饭 咱家大罗子大马都歇着吧 切刚老师跟这 赶你呢 其实你拿开水一浇 皮就给下眼睛 我不要炫一下 我挺能耐的嘛 你能耐能耐能耐 大火给它炒成糊糊 来切酒 对对对 可以 等你 弄碎了 我全是鞋档老师弄的 整个的呢 全是小鞋的骨牢 这个菜 真的很好吃 而且让我们感觉 我们中餐 我们川菜 这种包容性 这一定是和我们中国人 这种民族的情怀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不仅有辣 也更有温存 更有包容 更有甜美 看回家吃饭 学到了这么多知识 太好了 太好了